在这个视频里,啊,主要是讲一下怎么借纸质的传统的图书,从图书馆里面 到伦敦Public Library,我们前几个视频讲了这个数字收藏,那么现在我们直接到这个 Catalog,就是那个目录里面借那个纸质图书,你可以从家里直接订啊 订购,然后你到你指定的图书馆里去,取就够了,那个图书馆会把那个你订的书送到你当地的图书馆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一下,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借这个,他有一个,你search to words,比如说我们做business 那他就会告诉你,所有关于这个商业的书,你如果感兴趣,如果你知道 具体的你想找哪一篇,你也可以找,他现在一共有关于4900本关于business的书 那么你可以,也可以,就看看哪一本是你需要的,如果你打得越强细的话呢,他那个书就会找得越好 比如说你写business plan,或者写这个你的resume,你自己打这个东西啊 打这个title和search word,你这里也可以做这个advanced search 如果你打keywords也可以,或者打这个书的名字也可以,或者打这个桌子名字也可以等等吧 这个跟那个常规的,在图书馆里查询,借这个书是一样的了 那么我们,比如说我现在可以看,就做这个advanced one 那么现在没有具体的,我就随便找一本书吧 他现在这里写一个place hold,这个是就是说这本书已经被借出去了 你,你想借现在只能排队,如果你这个没有,现在没有了 有的书是现在有的可以,你可以马上借的 有的书是没有的,你需要等待时间 你需要在这个waiting list上,waiting list上面 现在好像这些书都,都要,都是个place hold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随便按一个,按一本书吧 这个,这个place hold的话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用我的图书馆注册,图书馆卡注册进去了 他就会告诉我,你需要在哪个地方 把这本书,得到这本书 因为我们伦敦大概有,这有几个123456789101112131414151617,17个图书馆 你要找你最近那个图书馆,我们这个,我们家里离这个比较近的叫做Stone Creek这个图书馆 那你就看这个,那就说我要想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把这本书 从一个图书馆运到这个图书馆 那我到我6比较近的图书馆我可以拿,那我就Submit 那他就会把,如果图书馆已经到了的话呢 图书馆的这个书已经到这个图书馆的话,图书馆了 这个书已经到了这个图书馆的话呢,他就会给我寄一个电子邮件 那么这个书就是You have replaced items on hold now 那么就是可以了,那么就可以订计这些所有的图书了 这个就会,这是一个纸质版的图书 你可以拿这双图大概的借有效期大概是三个星期左右吧 你要还掉,电子图书好处 电子图书的好处是他直接从你的计算机和你iPad上面就消失掉了 你不用担心罚款,这个纸质版的图书如果你借回来的话 你要超过了那个预定的归还的日期呢 预定的日期的话呢,他会在前三天预定归还的日期 前三天给你发一个电子邮件警告你,提醒你要马上还了 如果你忘了的话呢,那就是要一天要大概发两块钱 然后如果你忘了越多的话呢,他可能到一定时间他就会不停的发电子邮件 在同时你大概最多一次可能发五六块钱还是十块钱吧,过了五天 然后也可以从这个里面,同样的方法你可以订这个DVD 也是同样的那个或者CD也可以订 那么除了这个,我现在基本上就没有订这些 这个DVD和CD盘了,因为他那个只有一个星期的实现 如果你要忘了的话,那个罚款起来是每天就要罚款两块钱 那么图书稍微有21天的实现 那么罚款的那个程度也好像低一点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伦敦图书馆的情况 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所帮助